嗨,欢迎回到VK线上教育训练课程 这代名的主题是进阶SSH指令 在先前我们已经有使用过SSH的一些基本的指令和应用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常用的进阶的指令 首先第一个是Knight 这个指令可以用来查看目前有多少个Viewer 连到VK控制主机以及它的连线状态 接着是TCPKnight 这个地方会显示目前有多少个TCPKnight端连到VKserver 这边的上限是25个 接下来的这个指令是可以用来查看VK控制主机传送指令和接收讯息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来确认接收到的讯息是否正确 但是在预设的情形之下 MonetEvent的讯息是被关闭的 所以我们要先用MonetMessage把这个功能打开 可以参照上方的说明输入指令 这边的参数-1就是Enable的意思 打开之后接着我们按下Status就可以看到 全部的传送讯息和接收讯息的指令和状态 这个是一个query的情境 在这边可以看到浅蓝色的字是发送query的command 然后黄色的字就是从设备段回来的feedback 以上就是这个单元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